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两位 是你想结婚吧 是我想结婚 但是不知道人家的态度 对吧 但是我给他提过 他不给我明确的态度 对呀 所以今儿来这儿了 是吧 就让给我调解一下 到底他怎么想的呀 来 说说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在一个公司上班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吧 他对我挺好挺关心的 但是时间长了吧 久了吧 他就变了 对我漠不关心 现在越来越自私 什么事都不爱操心 也不爱干 谈了多久啊 谈了半年多了 才谈半年多呀 就想结婚呢 我们这个年龄又大了嘛 啥年龄啊 就四十多了 应该就想有一个啊 以前有过婚姻吗 有 都有过婚姻 对吧 他们有 所以你着急了 对 想结婚吗 现在 嗯 想啊 行吗 说说呗 他现在对你漠不关心 对 是吧 有一次吧 我就在家做家务 他就躺沙发上玩手机 嗯 技术间那个水管坏了 一是画画流水 我就叫他 我让他帮我修一下 他就急了 他让我打雾业 你就是起来大把手的事 他就不愿意干 我又不会修那个水管 打雾业就完事了嘛 何必你说照我 我下班也挺累的 你们俩是同事不 对的 是同事他不也累吗 人家怎么还做饭啊 水管我又不会修 不会修会关总闸吗 他在 他挨着水管很近 直接关就完事了 我在上面 他得下来吧 这顺手就关上了呗 你说一点小事 就跟我斤斤计较 咱俩都上班 我也特别累 回来以后 我做家务 我做饭 我洗衣服 你就躺那玩手机 有时候做好饭 把那个饭 给他端到桌子上 他才叫他 他还不愿意起 那不是您愿意吗 那我没办法 俩人都不做 吃什么呀 饿着呗 那你干嘛 非要跟他在一起呢 都这样了 还非要跟人结婚 他刚开始 确实对我挺好的 就说现在吧 说刚开始有啥用啊 这谈了半年 往下说 还有啥 还有吧 就是比如我们 有一次我们旅游 周末吧 我说去故宫吧 他就带大屋里 也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 后来勉勉强强 也去了 到那以后吧 就是我跟他说 三句两句 也不搭理我 就跟木头一样 闹情绪 后来我倒也不太开心 就是就回来 往回走 但是吧 你一直不知道 天下雨那天 下雨吧 我体质不好 离雨了 有点发烧 到那路上吧 就一直催我 一直催我 让我快走 我身体不舒服 能走那么快吗 他就急 给我闹情绪 后来回到家以后 我就说 你带我去医院查一下吧 他就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 我自己就 就赌气就去了 那时候吧 真是让我受不了 这是为啥呀 一提起 这个有一次 我就来气 你说跑步 也得到礼拜天 休息时间 这大宿舍 你说还搞什么浪漫什么的 当时就非常成气 就不愿意去 那你可以说 我不愿意去 不就完了 不愿意去吧 当时他就和我说些不好听的 弄得很不高兴 然后我就陪他去了 去了 你看看天气豹 有没有雨 拿把伞也行 伞也没拿 结果呢 我们去 那我知道你天会下雨 要知道天会下雨 还不去了 感冒了 感冒之后 我就说吧 我就陪他去买药嘛 买药也罢了 我想放送一下 一个感冒 你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啊 吃点药就完事了嘛 就非得让我陪他去医院 怎么回事 你说我们的宿舍都不小了 多挣点钱不挺好吗 请也继续 你这理由反正也挺奇怪的 就是你能找出各种理由来 对他无视和不关系 那你还不如跟他结束了 不就完了吗 其实他 其实也挺好的 反正各方面对我也挺照顾的 行吧 我问问你们俩 这个现在财务上面是怎么 财务方面 比说这个 更生气你知道吧 财务方面 他跟我分得特别清楚 就是刚一来的时候吧 我那个没到月 我不发工资 我就说借他点钱 我就有点事 想就是周转不开了 你猜他怎么做啊 他让我给他打借条 你有困难我被帮着你的吗 是不 这你算帮我了吗 你说就是我姐朋友 姐妹的钱 人家也不可能让我打借条吧 打了借条以后 就一直催催地给我要 多少钱 一千五百块钱 那他又这样 就分得不清楚 还有必要在一起处下去吗 你说话 平常你们那个钱 活在一起花吗 没有 就是我们就是AA制 他花他的我花我的 还有一次 我们就是那个出去吃饭嘛 现在都不带现金 我那个手机吧 没电了 就是让他给我付一下饭费 他给我叨叨叨叨叨叨半天 你说两个人出对象 你请吃一顿饭 也不回国吧 平时我又不花你钱 咱就说AA制 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 他就不愿意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这也不闹 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一起吧 就是时间也不算是很长 我这人办什么事 有原则 不想把那个感情和心情 绑在一起 知道吧 所以我们这是吃饭的时候 就喜欢AA制 对 你朋友手机没电了 你先买了 回去再给你不也一样 我也给他买单了 反正不去他又说 你给我闹情绪啊 你给我摔脸子 前我也接你的 你说还要我怎么做你说 我也没说什么 反正你在那儿 就是听了什么的 其实按理说 这个还没有到 结婚的这个份上嘛 你还应该再了解 了解这个人 对不对 你跟他提了结婚了吗 提了 咋提的呀 但是我就说 咱俩就出这么长时间了 你对我有意见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对你也没意见 咱俩是不是商量 往前再走一步 是吧 但是他不给我明确的态度 我就准备 当时你不是说 结婚要20万彩礼吗 你说我这个经济方面 最有能力的吗 我哪有能力 扛缓你 他经过这几件事 没听明白的 什么20万的彩礼 什么态度 他就因为 他就是经过这些事吧 以后吧 我就想考验他一下 考验啥呢 考验我就说 现在结婚都有彩礼 你能给我多少彩礼 他说那个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我说那是吗 那是 我说20万 一说这 就给我急了 你就是没有20万 你就是说你表个态 我不是说非要彩礼是吧 你就给我表个态 他说 你是他这个干嘛呢 经常试验一下 我们这段感情 一说那也就给我急啊 你这是把这个感情 和他的金钱 放在一起 你就是6万 8万 你就是意思 你张开口 我不见得要彩礼 两人在一起 合适的话 能谈到一起的话 不用说彩礼 我就试他一次 你是啥呀 就你还用试吗 就这个男生 对你现在这个态度 你还用试吗 后来还有一件事 你知道吧 就是彩礼这吧 我们闹了一段 冷战 谁也不理谁了 最后我就 我就妥协了一次 我就说那这样吧 要么你咱俩 就回去见见家人 看看咱俩 在出生不长时间 他认可不认可 如果认可的话 咱俩就往下走一步 不认可的话 就再定吧是吧 他就推散主持不让我去 不让我见他家人 我就感觉的话 他是不是在中间 有什么事瞒着我 要么你 为啥不让见家人 第一吧 是因为当时吧 工作就是挺忙的 请假吧 也不好请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就是 请假假之后 你要是休一天的话 你扣双倍工资 这是习义 你这都是推辞的礼 其二就是咱俩之间 就是自从你 朝我要二十万彩礼 之后吧 我的心里边就 感觉挺纠结的 我要娶的是 你这个人 你把这个感情和金钱 一直捆绑在一起 我这个能力确实挺有限的 也一直拿不住 二十万 我为什么给你 要二十万吧 我就要你个态度 现在要是回去 见父母的话 我感觉 不是最好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跟父母怎么交代 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 你现在不想娶她吗 来我问吧 44岁 就是一直没有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你都准备再婚了 你闺女也不见 那个视频电话什么都有 微信 那就行吗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你离婚多少年啊 我17年 在她之前还谈过恋爱吗 没有 就她什么吸引了你呢 就感觉她那时候老是 老是吗 现在没那种感觉了 打算结婚吗 嗯 您都经历过一次婚姻了 您应该对这些事 太了解太清楚了吧 您上一段婚姻 为什么失败 不总结经验教训 不去想一想 上一段婚姻 为什么走到终结 那接下来 如果我再遇到一个人 如果我要再踏入婚姻 我一定要小心谨慎 我一定不要再宠脑覆辙啊 就哪儿到哪儿 才半年 就要着急嫁了 您干嘛呀 我就想有一个安稳的家嘛 安稳的家 安稳的家不应该是 女儿在您身边吗 我可以把她接过来呀 接过来然后呢 跟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起吗 十六岁的女儿 您这妈怎么当的呀 确实有点失败 想过吗 我就为什么说您有问题呢 经过那些事 正常人的逻辑是 我要考虑 是不是适合 是不是要分开了 您的逻辑是 经过这些事 我要决定嫁给他了 因为我感觉 他不会出彩礼的 他到这个时候 他肯定要拒绝 我说的是 经过他每天不做家务 饭都端到桌子上了 也不下来吃饭 然后跟您斤斤计较 凡是AA至1500块钱 都要打借条 吃饭您的手机没有电了 他还跟您生气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 相处之后 您觉得这个人 好像不适合 我们继续走下去了 但不是 您是经过了 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决定我要嫁给他 这个逻辑听明白了吧 明白了 我得考虑一下 不是考虑大姐 是扭头就走了 您考虑什么呀 您考虑是 再去给别人 当一次保姆是吗 您没听明白 人家开的条件 是什么吗 而且就是 人家开出来的 这四个条件 您都不符合 你知道吗 您称死符合一个 能帮他管理一下家 就是一个保姆呗 就是个保姆 保姆还有工资 您连工资都没有 说不定还得倒贴 有时吧 就是做饭买菜 有时就是我买 所以啊 您就是一个 倒贴的保姆 所以既然咱认清楚 就赶紧清醒 第二点要提醒您的是 您还有一个女儿呢 别忘了她 先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再去考虑自己的爱情 和生活好吗 谢谢 为什么外人一看 就是不合逻辑的一对 你们两个却分也分不开 那么多条件 彼此不相符合 还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 你们两个 在这段关系当中 都只想占便宜 没有什么真情意 女士你别觉得 我说你委屈啊 你说我付出挺多的 你付出那么多 她不给你回应 你为什么不走啊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不就是你认为 这是一个老单身汉 没负担 没孩子 简单 你认为好控制 拜托你看看清楚 这个年龄来 想找一段 能够走完后半生的情感 找一个能陪你一起 过日子的人 可以 但她是不是 你驾驭得了她吗 一个你生病想让她陪你去医院 她都不肯下床的人 这便宜才占不着 对 所以赶紧走开 下次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先好好爱人家 好 男士也一样啊 你根本就没有真心 你的心去哪了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但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在这段关系当中打开 你不是用心 不是用情在和她谈恋爱 你就是在用自己条条框框在衡量 她能不能给我管家 她不能跟我要彩礼钱 用这样的方式去恋爱能得到一份真心吗 你也得不到 所以如果你的心始终是关注的 你就别谈恋爱 自己算计好自己的钱 自己领好自己的财 自己照顾好自己 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人 决定打开心门 好好爱他 什么钱不钱 财不财 我整个人都是他的 没有打开之前 回家好好孝顺你的父母 好好赚你的钱 好吧 谢谢 谢谢岩老师 我们最近遇到的中年人再婚的事 越来越多了 没错 我觉得中年人再婚 现实一点可以吗 可以 您的上一段婚姻 是您主动提出的离婚 还是您前夫提出的 就是 他出现了点状况 就是离了 50秒 对不起 半年以来 我感觉做了很多 对不起的事 希望你能找一个 优秀的人 祝福你 请亮灯吧 相对无言 但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中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请回 来吧 咱们一起看看 这对恋人 做何选择 请开门 我们分手之后 他还天天找我聊天 处处关心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跟我复合 我对他就只是 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 是他想的太多了 周围的人都以为 我们俩已经复合了 他也不解释 我只想先当朋友相处着 走一步看一步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王22岁 来自四川自有职业 小菊21岁 来自浙江学生 有请 欢迎老位啊 你是想复合 我不想复合 你不想复合 他纠缠着你 也不是 那是啥呀 是他纠缠我 是他纠缠我 那不就是他想复合吗 但是他 你咋又不想复合呢 那你纠缠人家干啥 因为就是存在 就是感情里面存在一点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 这就是今天最难的 我介绍的时候我都难 我说情侣不是情侣 这是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当是嘉宾吧 就是到这儿来了 只是来解决感情里的其他问题的 是这意思吧 不是想在那儿复合是吧 到底是复合还是不复合啊 你来干嘛的呀 小伙子 就是要不您先听我 跟你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吧 好好好 今天其实是我比较想来这个节目 你来干嘛呢 因为我们俩现在其实已经分手了 对呀 然后我也想从这段感情里面走出来 走啊 他现在一直在纠缠我 然后他就做出一些 我认为超出了朋友界线的举动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想复合呀 然后他又说没有 说我想多了 就跟刚才这么打我一样 对 我就是他 就是他这个情况 我一直觉得很着急 我才想借您这个节目来 调解一下 行吧 咱慢慢听啊 这个谈了多久恋爱 两年多了 什么时候分的手 今年三四月份了 谁提出的分手 我提的 你同意分手了吗 我同意了 那当时为什么分手呢 其实我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是我刚进大学了 那会儿我们俩是社团认识的 我那会儿也是刚分手 他就看我情绪不好 他就经常开导我 然后我的个人作息紊乱什么的 他也会提醒我按时吃早饭 然后也会陪着我一起去学习 我去图书馆 我在这儿学 他也不跟我挨在一块 他在旁边一个桌子上等我 我就觉得他挺靠谱的 也会经常帮我搜集一些 课业答辩的资料 久而久之 我们就在一起了嘛 但是我觉得他态度变了 他就开始冷暴力我了 就很多事情让我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很在乎我 就以前我生病 需要他 他不管在哪儿 他都会出现 然后需要他买药 他也会买过来 但是有一次晚上 我肚子真是疼了一晚上 然后他早上八点钟 他向门口 我们俩一块去医院 结果我在门口 我肚子疼 疼得发虚汗 我觉得我都快晕过去了 我等了他半个小时 他没来 他什么也没解释 然后到医院一路 挂号 问诊 拿药 都是我一个人 他就在那儿玩游戏 我不是一直在旁边 陪着你了吗 而且你身上哪儿疼 肯定你更清楚 你跟医生说 肯定更直观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问医生 我也说不明白 可是你都不担心我 我生病的时候去医院 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我第一次去那个医院 我不知道医生在哪儿 我让他去帮我问一下 他不去 然后我说 你看看那药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然后你去问问 我能不能吃 他也不去 而且这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然后他以前 吃饭 喝酒什么的 都跟我说 我也说不是不同意他去 但是他那会儿就是 他去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次应该是晚上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几个 他都不接 消息一几小时不回 我就很担心他 然后我就看 我们俩有一个那种 共享位置的软件 我看到他居然在酒吧 我还是通过联系他朋友 才联系上的他 你可以随时在手机上面 看到我的定位 我不用告诉你 你也知道我在哪儿 那我还有什么 瞒着你的必要呢 可是你告诉我 和我自己看到的 那是一回事吗 而且他根本就没有 跟我说实话 我问他 那天晚上那个橘子 有女孩子吗 他说没有 结果第二天 我看到朋友的朋友圈 估计是忘记屏蔽我了 他就坐那一堆女孩子 正中间呢 这么多人 我跟你说 没有女孩子 你就信吗 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 我觉得谈恋爱两个人 没有信任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我就跟他说 分手吧 他哄都不哄我 然后让我自己去冷静一下 你当时起脾气那么爆 我都不想跟你说话 所以让你去冷静一下 他的冷静就是 两天不给我发消息 然后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个 我现在想起来 我都特别害怕的事情 就是我们冷战第二天晚上 我出去和朋友逛街 然后那个商业街里 我们学校有一段路特别偏嘛 然后我就感觉 后面好像有个男的跟着我 然后我就害怕 我就给他打电话说 我说好像有男的在跟着我 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他说我在打游戏 然后啪就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在跟他等待嘛 然后我以为他是骗我 就想要我去找他 然后我在打游戏 我到电话挂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必要 这种事情去骗他 而且我后面跟你说 那男的突然贴上来了 要不是我朋友拉着我跑 我当时都不敢想 那天晚上是什么样的 我刚说我腿都下软了 他来接我 他说要去跟朋友吃饭 当时你不是已经走掉了吗 然后我答应了朋友 要一起吃饭 我不可能把人家水了吧 所以对啊 正是因为如此种种 你跟他分手不就对了吗 姑娘 对 这个决定是没毛病的 是的 所以我分手之后 你说分手之后 你同没同意分手啊 我同意了呀 你也同意了 同意了不就完了吗 有啥呢 是分手一个月之后 我又想不因为感情耽误学习嘛 然后因为我也想考研 然后我就想从这段感情里面走出来 然后结果是有一次我脚崴了 然后我在寝室楼层比较高 我室友架不动我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我从寝室楼上 谁打电话 我的室友 行 然后呢 然后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我从楼上背下去 然后后面几天去医院复诊换药什么的 也是他一直跟着我一块去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了 一开始是跟我说什么早安晚安 然后什么节日快乐什么的 后面就莫名其妙的 好像回到我们俩之前 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他会按时提醒我 就是吃饭啊睡觉啊 然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莫名其妙的 我也挺不明白 他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大家分手已经闹成那样了 然后我一直 那你可以拒绝啊 但是后面就是我的专业嘛 然后我早上会去英语缴成读 然后他有一天早上 也开始一块跟我一块成读了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久 他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 他会为了考试什么的去学习的 那我也是要考英语四级 我还毕业了嘛 然后刚刚你又是英语专业的 我主要跟你一起出来 就是你也可以教教我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种行为很矛盾 我就想他是不是想跟我复合什么的嘛 然后包括后面他要毕业了 我们社团有个毕业聚会 他让我去吃饭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说我不去了 他非得跟我那些学姐说 一定要把我带着过去 然后那些姐姐就说 他是不是也想跟你复合呀 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跟你说什么呀 我其实也挺期待的 毕竟两年半了 我其实也没有办法轻易放下这段感情 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去了 当时因为是社团聚会 我不想因为我给你的个人情感 导致社团聚会少那么一个人 所以他一定让你带去 是 所以我到那儿 他跟他朋友坐一桌 把我安排到另外一桌去了 然后把我叫过去那些姐姐 就坐我对面呢 我都快尴尬死了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尴尬啥呀 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想跟我复合的 结果到那儿 那你想跟他复合吗 姑娘 其实 你说实话 我觉得他如果 你想不想跟他复合 想就是想 不想就是不想 他还像以前那样对我好一点 我也可以 你不就想复合吗 你是不想复合是吧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的情感 不就是想做朋友吗 就这样做下去 你们周围的同学怎么看你们 他觉得我们是复合 就是因为周围的朋友 都觉得我们复合了 然后我就 就你们做出了一些 什么举动和表现 让周围的朋友觉得 你们复合了呢 就那个刚才那个毕业聚会 结束之后 他当着大家的面说 要把我送回去 然后还有就是 他后面拍毕业照 他突然走过来说 让摄影师单独给我们俩照了一张 大家一起去唱歌 我们一堆女孩子坐那儿呢 他一屁股坐我旁边了 别人来给我敬酒 然后他就不让别人 给我倒酒 还帮我喝 你酒量怎么样 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给你无缘无故仇道 不可能看你一个人喝醉是 所以你看他这些行为 我就觉得他就是想跟我复合 但是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呀 你想跟我复合吗 他说没有 你想多了 然后我就 想来借这个节目 你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和他的 不是 什么又什么怎么想的 不就想跟你复合吗 但他嘴上又不吹远 他口是心非嘛 你想跟他复合吗 我先问清楚 别别别扭扭的 想 这不就完了吗 你说你心里还有他吗 你还想跟他复合对不对 那不就完了吗 我帮你问啊 是男人吗 是 会诚实吗 会 你想跟人复合吗 不行 你是诚实的人吗 是 你想跟人复合吗 我最后问一次啊 这个问题我再最后问一次 你想跟他复合吗 想复合 那不就完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可是你 你扭念什么呢 你告诉我你扭念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感情很好嘛 对啊 然后就是我快毕业了 然后我就规划了我跟他的未来 啥未来 就跟他在一起一年的时候 就带他回到我的老家 就是去见了父母 你老家是哪儿的 移宾的 移宾 好地方 怎么了 就见了我父母 我父母也觉得挺好的 就直接带移宾 给我们买车买房 毕业之后 就在这边安家嘛 嗯 结果他不愿意 他觉得他自己 想去成都闯一闯 闯出自己的事业 不愿意跟我回移宾 因为我确实觉得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然后我想 并不说是想一毕业 就先结婚 我想想在成都 看看自己能不能 开一个工作室 我想试试自己的创业 那你想不想跟人复合啊 想啊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 就感觉以后走不到 你是不是想带他回移宾啊 嗯 你跟人姑娘说 我想带你回移宾 不就完了吗 你在那扭扭捏捏 扭捏什么呢 说了啊 他不啊 不听他不回移宾 不呢 你现在是要不要复合 就他如果愿意跟我回去 我就可以复合啊 你是有条件复合是吗 嗯 对 那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我是有条件地 跟你复合不就完了 你在那说什么谎话 你不是说你不复合吗 是因为他不答应的嘛 他还是不答应他的条件 你问过吗 问过 就这个是分手之前 就已经问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是分的手是吗 对 你做那些冷暴力 对他的冷处理的那一切 是因为说 你想带他回移宾 他不去 是这意思吗 对 我想要就是 转面他的态度 你这什么心理啊 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一点都不阳光啊 就这么点事藏在心里头 你在干嘛呢 小伙子 这是能把人气死啊 能不能谈啊 宜宾这件事能不能谈啊 其实 可谈吗 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 因为我本来是浙江人嘛 我爸妈其实不是很满意他 我们爸妈更想让我回家去发展 然后找一个浙江本地的男朋友 然后留在成都发展 都是我和我爸妈 抗争了很多次的结果了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 他为我们这段感情 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还符合啥呀 你为啥不能去浙江啊 因为就家里给了我这么好的条件 去那边 啥条件啊 就是能给我提供房子和车子嘛 其实我们家也不是说不能去 就是啊 人家也能提供房子和车子 为啥不能去啊 毕竟我是男的嘛 你是什么 我是男孩子 哎呀 我真没看出来 你怎么像个男人呢 大学毕业了还要回家啃父母 跟女朋友谈不拢 就用冷暴力的方式逼女朋友 逼不成就假装跟人分手 逼着人家说出分手 人家分了之后 又扭扭捏捏地再重新追人家 追着人家 让人家对你动了情 又拿这一套东西来 钳制着别人跟你回老家 我觉得这样的先天的条件 就更适合我们成交立业 人家浙江也可以啊 家里有房吗 有 有车吗 有 但我毕竟是男方 男方怎么了 嫁过来吧 就你这样处理问题 还嫁给你 现在弄清楚了吗 想复合就跟我回家 是不是这意思 来吧 各位老师 你们怎么看待 这样一组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俩都挺有意思的 复合都带条件的 而且一个人开的条件 比一个人开的条件要高 我刚才看到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这样的 爱没有面子重要 就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的面子和你们自己的自我意识 是最重要的 对对方的那个爱没有那么重要 但你们俩又属于什么呢 分不掉的手又回不了的头 分开以后 两个人都会痛苦 没有办法去承受和面对这份痛苦 所以呢 又想回头去找退路 结果回过头发现 哎 那条路也堵死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条件 它都满足不了我的条件 所以又造成了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 你说你们俩有真爱吗 我相信曾经是有 但是这份真爱 没有你们自己的自我意识重要 也就是说爱的没有那么勇敢 那么透彻 没有那么彻底 我觉得如果要是真心的分不掉的这个手 两个人真心还是心里有彼此 不会开条件的 现在女孩是更主动 女生是更想要复合 但是面对她开出的条件 你能同意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尴尬 你也不愿意为了她去成都 你也不愿意为了她去宜宾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爱没有你们自己重要嘛 那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纠缠浪费时间了 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应该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痛苦 和承担这个痛苦 你们就是因为太享受这个舒适的感觉 受不了分开的痛苦 所以就开始找理由找借口 能不能再和好啊 我还是爱着她放不下啊 其实我并不觉得你们有多爱 我只是觉得你们现在在逃避 逃避一种状态 就是习惯了以前我过得很舒服 现在突然要承受这种痛苦了 我面对不了 我也承担不了 所以那我就再继续回去和好嘛 可是复合不是去解决你们这个痛苦的 这个根源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没什么问题啊 两个人很像 特别的清醒 特别的理智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 南方就是想舒适啊 回四川巴适得很 对吧 有房有车家里人照顾 女朋友不重要 但现在我心里的余温还在 这点便宜我还得占 我喜欢你 我就对你好一点 在你身边再多留恋一段时间 你心里很清晰啊 你对未来的规划 那么的理智 像一个老头子一样 根本没有男生那种学习方刚 那种我要为了 未来的人生 为了爱情 为了事业 勇闯天涯 一点都没有 但也没关系很清晰嘛 我们只要把现实看清了 接受自己 接受对方的状态 我觉得就没问题 你不就剩下那点余温了吗 再往外洒洒呗 洒完了也就白白了 所以姑娘你也不用纠结啊 你也非常理智清醒啊 我底线就是在成都 我不会为了这份感情 往前迈半步 那你们来干嘛嘛 你也把余温洒洒 降了温就好了 爱情不是一个 像你们这样 去理智地谈判的一份情感 爱情就是感性的 伴随着我们要用理性 去规划我们的爱情 如果在一段感情中 只剩自己的需求的话 这就不是爱情 今天借助这个平台 把你们那剩下的 一点点温度 撒掉就好了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就这么点事了 好吧 谢谢 我想问一下蓝生 你是已经拿完毕业证了吧 是的 也就是说 你即将回到 这个就跟买衣服 讨价还价是一回事啊 你老是在这一个商家门口 流连忘返 你老是在这里 跟他讨价还价 问他你卖吗 这衣服到底多少钱 打折卖不卖 怎么样卖不卖 那店家就会知道 你的心意了 所以你要的价格 他不会给你 他等着你爆出 他喜欢的价格 在什么情况下 店家会追着人买衣服啊 你扭头走了呀 不卖算了 我走了 我去看看别家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 可能卖衣服的会说 要么你别买 因为你刚刚还价 还到我本里了 我不愿意 要么他就在后头追着你了 因为刚刚跟你的 所有过招 都是虚晃的枪 实际上都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你不就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吗 对这个姑娘欲请故重 你也明明知道 就因为她老在问 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心里头独定的很 我知道她还喜欢着我 时不时地检阅一下 前女友在不在原地等你 在原地等你 就开开心心地 继续观望 看前女友什么时候 能够按我的计划行事 按我的人生规划配合 所以你最傻的 就是老在后头问 我们俩这算什么 你在后头天天追着问 他都知道了 我不管我是你的谁 但我知道你是我的谁 你是那个阴魂不散 对我依然还抱有 念想的前女友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她会改变吗 她会按着你的想法走吗 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技术 那么我们再说回真心 真心上面来讲 你们两个人 各自都希望 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父母也不忍心 看着你们走远 你们也不愿意 离开父母太久 我们把它姑且理会成 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就是我需要 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 如果你们的人生 是这样想的 你们就忠于自己的内心 两个人教会 那不就是徐志摩的诗吗 短暂的就是这么教会了 然后各自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各自回到各自的家乡了吗 然后尊重一下 我们在教会时光 所迸发出来的美丽爱情 这不也挺好的吗 长大了 你们总需要面对一件事 那就是我的人生规划 和我的爱情 可能是会有冲突 那么我究竟 是要让我的爱情 牺牲于我的人生规划 还是我要为爱情 重新调整我的人生部署 这是成年的你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命题 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想一想 到最后 不管是他奔到你的老家去 还是你奔到他的老家去 都没有谁赢 也没有谁输 说明的是 你们在共同成长 决定一起进退 如果你们真的就此作别 怀揣着对于过去的美好念想 就这么再见了 也没有错 因为你们各自长大了 没有对错 自己想 谢谢米娜老师 有一点不认同 结果没有对错 就是分合合没有对错 但是这波操作实在看不上 特别是男生 就太让人生气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就要拿你对我曾经有的这个情感 我来跟你博弈 这个特别不好 咱直来直往一点好不好 有什么咱说什么行不行 即使失败了 咱还是个英雄啊 别弄到最后让一个女生 回首想我在大学里面那段恋爱的时候 别人是把我当一件衣服来讨价还价 那个心里多个硬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能利用最后的那点时间 坦诚地面对这个姑娘 爱还是不爱 你想怎样 说清楚 别再这么模糊了 不要贪那些东西啊 但是你说容易 真的你说让一个女生 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那么喜欢一个男生 说了分手之后 然后当这个男生再回头找 又不带有任何的目的性的时候 我只是帮你 马上就会又坠进去嘛 她要是目的性特别强 也许是姑娘还拒绝了 说咱复合吧 是吧 她可能还拒绝了 恰恰我还没有目的 听她怎么说吧 你少说 好吗 把你的真心 真性情拿出来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 不要用手段 好吗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我觉得 我对你做了种种行为 先给你道个歉 但是我的这些行为 我最后还是因为 放不下这段感情 然后 我觉得回到宜宾呢 给我们未来更好的条件 我还是放不下你的 可是我们已经说了 物质条件并不是 这段感情的前提基础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对我的一些关怀 还有一些 我认为需要的改变吧 我也觉得 最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现在 听老师这样分析之后 我也会想要 跟理智的 再思考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就是较劲嘛 这么年轻 有心可以去闯荡 家里面给你的不治 也跑不了吗 为什么两个人 就不能为爱在一起 去试一试呢 看一看最后 能不能坦诚一些吧 请开门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老师 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呀 在一起一年了 他比我小三岁 他身边呢 异性特别的多 而且呢 爱出去喝酒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刚在一起的时候呢 答应我再也不去了 但最近我发现 他居然背着我 去和异性喝酒 还骗我说是和同事聚餐 因为喝酒 跟他吵了好几次 每次都答应得很好 但就是不该 我该怎么办呢 和异性单独去喝酒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个 极其危险的动作 他明知道你心理介意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就证明他没太把你当回事 所以对于这样 我行我素的男生 不分手等啥呢 要再一次地 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